你好,我來一個問題關於英文。 有人問我嗎? 明年我要上大學了,我想要讀外國語文學系。 我想學習歐洲語文。 我想過要學德文,但有人跟我說德文很難學。 請問,真的有我們想像的那麼難學嗎? 是的,真的很難學,因為我舉幾個例子好了。 你知道英文有冠詞,就是the,或是a,a。 那這個沒有分性別,你們會說the table,the chair,the sun,等等。 那德文有三個性別,the,the,das。 那它沒有任何的規則,你每一個名詞都要背它的性別。 這個就夠難了。 然後,形容詞在英文也沒有什麼變化。 你會說the nice man,the nice woman,the nice kid。 可是,在德文,形容詞的變化是跟著那個名詞的貫詞,跟著名詞的性別改變。 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英文動詞的變化其實不多。 那對你們來講,你們已經覺得I go,he goes,那個變化已經很多人覺得很難。 但是,那個在跟德文比的話,不算什麼。 因為在德文中,動詞,我你他,我們你們他們,動詞都有變。 而且變化不是一個字,可能還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還有,實態。 因為德文分好幾種實態。 不像中文,中文沒有實態嘛。 我今天去跟我昨天去,我只改變今天的昨天。 但是在德文,你要改變形容詞,呃,對不起,改變動詞。 但是,德文還有很多其他的,讓這個語言變得很複雜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要學德文,你真的要加油。 呃,而且,能練習德文的機會,其實沒有那麼多。 因為,英文的話,你隨便開什麼電視台,都可以看美國電影。 或是你租,呃,DVD,也可以看美國電影。 或是你上YouTube,也有很多英文。 那也許你YouTube也可以找到德文。 但是,相對於,就是沒有那麼多嘛。 那,德國電影也沒有那麼多。 台灣的德國人也沒有那麼多。 補西班人也沒有那麼多。 所以,如果你要學德文,你要好好加油。 你真的要很喜歡這個語言。 甚至,我建議你,要交換去德國至少半年。 你才可以把它學得比較好一點。 好,所以要學德文的大家,要加油。 然後,之後,呃,可能會有機會跟我學。 到時候我會再宣布。 謝謝。 的意思。 又rites,回去吧。